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周里面我们看到有时间窗口 就是我测算的一个时间窗口在7月12号左右 我们也看到之前和之后都有打出什么 上引线下引线什么都有了 震荡都有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本周 我们的主板在上证50的带动下 还是保持着一个强势 但是我们的小票 我们的小票 以前我们说小票 这个中小版和创业版是一家人 对不对 我要说小票就他们 但是现在连他们都分家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创业版 那是破位下行 我们说这个连续几天的调整 位置一个比一个低 那么是破位了 包括这个周五也是杀出这个最低点来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中小版 我们中小版还是在什么 在高位上强势震荡整理 它连那个上涨的20天线都没有跌穿 那么同样是小票 中小版和创业版 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 而且呢 我们看到创业版当中 也就是什么 深刺新股市在那里面 我们也看到深刺新股也是什么 破位下行 那么几个不同的指数 出现了不同的节奏 这个是我们一会儿要来分析 我们今天也请了两位嘉宾 让他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下周该如何应对 如何操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管是仓位也好 不管你选择 如果你是选到好的标的 选到好的这个板块 你也是什么 可以赚钱的 我们也看到 这个这周 锂电池啊 这个稀土啊 小金属都长得不错 但是如果你没有选到这些 你手里还是拿着小票的话 我们也看到啊 他也是破位下行 在这一点上 我们到时候请两位嘉宾 来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下周应该怎么做 好了 那么我们进入下面一个板块 下周抢先报 好的 欢迎回来啊 这个下周抢先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周啊 首先呢 是上证五零 它是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主心股就它了啊 我们看到上证五零 均线属于多头排列 我们看到 不管是五十 二十六十 全都是向上 强势特征明显 上涨常态 我们看到这两天 它都已经什么 继续创出新高 本周是创出新高 把前面的这个平台 都已经什么 给打掉了啊 如果你要画周线上 画条切线的话 它是一直保持向上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MACD呢 零轴上方 金叉后 开口继续放大 这个上涨的格局啊 是延续的 我们看到这里 零轴上方金叉 已经算是强势了 在这个基础上 它还连续的什么 开口放大 然后呢 我们做KD界 同样是张口向上运行 KD界在这里 金叉以后 继续张口向上运行 那么支撑的这个指数呢 继续上涨 哇 这个上证五零 确实啊 我们说确实强势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创业版 创业版周线图 我们看到确实 完全是两个结构了 均线是空头排列 指数是破位下行 我们看到啊 包括这里 这个五 五还上面拐一点的 十二十六十 全部是往下走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什么 它把这个五给跌穿了 对不对 这是周线图 把五一跌穿的话 肯定就是什么 不行了 从大的结构来说 它这个下行啊 可能会是最后一波杀跌 但是我们也要规避 注意这个风险啊 MACD临轴下方 若是又再次收口迹象 MACD它在零轴下方 横盘震荡整理 现在呢 它又准备要收口 收起来了 那么 KD节指标 收口 我们KD节看到没有 金插完了 现在又想死插 那么下周呢 将确认这个跌破的有效性 我们记住啊 一般如果五周线向下 如果我们的股价跌破 这个五周线 它有一个什么 反抽 第一次跌破 它会有一个反抽 去确认这个五周线 它还能站上去不 如果能站上去 带量站上去 我们说它是一个挖坑动作 如果它站不上去 再次碰到五周 拐头就向下 那这个就是确认 确认了我们这五周 下跌有效性 好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中小板 真的是 小票小票 现在都出现不一样的结构了 均线是多头排列 看见没有 我们说这个中小板 它处于一个均线的多头排列 强势特征还明显 因为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在这里 有一点震荡呢 因为看左侧 左侧这个地方呢 前期是有什么 是有平台压力 现在是要消化这些压力 那么MACD 两条线 前后上穿零轴 我们看到MACD 真的它要上穿零轴 这是由弱势 转为强势的一种表现了 如果一旦上零轴的话 是强势 然后KD节 维持上涨常态 略有收口 受阻于前期左侧头部 你看 它略有收口 但是它并没有死差 为什么呢 它就受阻于前期的这个头部 如果前期头部 在7000点到7100点 这个平台如果是打上去的话 那我们说它打开上涨的空间 也许它后面就将走一波行情出来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下周抢先报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入下一个小板块 牛伞面对面 好的 欢迎回来 牛伞面对面 那今天呢 我邀请到两位 一劳一薪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新晋牛伞李开宇 然后呢 我们的老嘉宾 这个老孙 那么开宇 我先问一下 就是咱们说 这一周啊 结束了 那么对于下周来说 给我们展望一下 好的 魏老师 那么本周呢 目前从主板的指数来看 上证和深证呢 主要是面临两个压力 一方面呢 是来自于上方的一个 缺口和前高位置的压力 大概以上证指数为例呢 是在3240点到3260点附近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两大指数从六月份的下半旬开始反弹以来 截止到今天 大概也反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造成了指数和中期均线的一个乖离开始逐渐变大 获利盘 那么它的时间是比较久了 所以呢 也需要来通过一些简单的整理 来清洗掉一些短期的获利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目前各大指数就维持着一个横盘 整理的一个态势 那么下周比较关键的就是在量能上面了 因为上面的压力对应的量能呢 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以上证指数为例 2300亿以上的量能才足够去挑战3240点到3260点附近的一个压力位置 那么相较于主板创业版呢 本周的走势 我们也看到了相对而言就是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破底行情 那么在趋势走空方的背景之下呢 建议大家还是多看少动为主 多看少动 那么创业版的话 这波调整 那么我们说它可能是 你对这个创业版的调整的这个目标有没有预期啊 对于创业版的调整呢 因为这个调整主要是受当前市场上的一个政策 向价值面的一个导向所引发的调整 所以调整在空头趋势下呢 我们一般是不言底 所以不会给大家说 可能跌到哪个地方就只稳 尊重趋势 那么静静的等待创业版做一个 只回归之后慢慢打底 然后逐步进入多头趋势之后 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机会 好的 那么这句话讲的也确实是对的啊 我们说这个墙倒众人推 但是你别站在墙下 墙一旦倒了 你先跑开点啊 那么等这个他重新我们把墙弃起来以后 我们再下去这个蹭凉 回到老孙子里啊 这个对下周你怎么看 那这个下周的这个走势啊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 上证指数它保持的还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它其实 它有两点 因为上证指数它一部分是跟上证50 因为上证50比较强 上证50它在目前其实还是向上的 所以它力度比较大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证指数目前仍有进一步向上 这个进攻的这种空间 从它的这个整个的量能来看呢 我感觉啊 这个这个位置主力控盘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感觉下周有可能直接就冲击这个 上证指数冲击这个缺口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就上方那个最高 上上那个缺口 我估计下周就肯定要就摸一下 那另外一个呢 上这个上证50我估计还要创新高 那对于成交量呢 对于这个去冲高的这个缺口的成交量 这个目前来看这个量还没有完全放大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 包括上证50它的量 就是它比前面的量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呢 这个量可能会有放大 但是呢只要放的不够大 就没有问题 就是比如封闭的缺口 如果它量没有特别放大 就没事 那但是如果说放的过大 其实反而要小心 因为它有可能拉高以后 封闭缺口以后呢 它会有出现一个震荡 那这种概率比较大 那对于这个创业版呢 对创业版 创业版当然是目前由于这个最近的政策 这个这个倾向 都看到了 大家都知道是吧 都看到了 一个是小的 一个就是小票 小票 第二一个新的 新的 还有一个既差的票 那都是要规避的 都是规避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创业版正好是一个这个 属于那种雷区 所以说创业版形象连续下跌 但是我判断啊 我们做个预判 就是创业版前期这个低点附近 还是应该有一定的支撑的 有1711那个 对对对 应该有一定的支撑 而且呢 创业版已经连续 这个最近跌幅也比较大 所以有很多股票跌的 是确实也比较惨 所以说这创业版呢 我认为呢 在做 这前面那个低点附近呢 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是这样啊 老师 我知道你研究这个五周均线 你是特别喜欢研究的 那么对于它连续下跌的话 是不是关锐率也有点大 它需要有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呢 你说哪个 不是我就说创业版 创业版 创业版指数 如果它这一周是快速刹跌 对对对 那么它是不是有一个回升上去 确认一下五周均线 它首先是本周 它是向下跌破了五周均线 对它是跌破了 跌破了五周均线以后呢 它一般的都会有一个反抽五周均线 是 然后再驻底 是 那你看它这个创业版呢 它跌幅从高点到下的 空间也比较大了 所以说呢 经过几周的震荡以后呢 创业版继续震荡 驻底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倒不认为 在这个位置就一路要往下打 我觉得这个打到一定程度就差不多了 会有一个再次反升的过程 也就是说 但是总的来讲 它不是焦点 焦点还得上这五周均线 好的 那么这个 这样还是老的 是吧 也知道这个 还有一个反抽的机会 好 咱们回到这个 再说一下 这个开语 那么分化的行情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 这个现在确实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 这个五周均线 三零零这些上面 在这个分化的结构当中 有的人赚钱 有的人是不赚钱 但大多数人不赚钱 但是你如果踏准板块的话 还真的 我们说这个 包括锂店 稀土 小金属 他们还能赚点钱 那么在这个分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来说一下 好的 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当前市场上的一个 结构的一个变化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市场风向上来看 已经从之前的一种纯投机 也就是孙老师之前说的 炒小炒心炒短 向一个价值投机的方向去过渡 但是因为这是价值投机的一个初期 所以市场上的很多利好 或者利空消息 它会被无限的放大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股票 因为一些业绩的一个预减 结果导致了大幅度的下跌 然后同时又有一些股票 包括创业板 我们看到很惨 但是创业板里面 有一些业绩预增的股票 因为业绩的利好 那么从而也有往上涨的一个可能 所以这个是在价值投机的一个初期 所呈现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要把握住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主线 去提前做一些埋伏 埋伏那些可能中期业绩预告 或者说中期报告出来之后 你发现它的业绩会特别好的股票 那么本周 从上周开始到本周 涨价概念股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流 那么包括像之前提到的石墨的涨价 然后锂电池的涨价 还有一些有色小金属 然后包括造纸的涨价 都跟相关的股票 然后带来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那么这样的涨价概念 从市场的炒作逻辑上来看 主要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由于需求端的增加 然后供给端没有变化引发的一个涨价概念 比如说像石墨电极 就是因为需求端 然后钢铁的一些废钢的产能的增加 然后导致石墨的需求大大增加 但是供给端 你要有新的石墨电极产出 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从五月份涨价到现在 也就是说至少石墨要涨到九月份 又比如说像最近的三元锂电池 或者碳酸锂这样的一个涨价概念 其实也是从需求端 从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 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速 然后导致相关的一些原材料 它的涨幅比较大 第二类的涨价概念 是来自于供给端的一个下滑 比如说一些最近的一些稀土小金属 包括造纸 其实是因为一些环保 环保方面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它产品之前的价格 实在是太低 导致很多的公司 很多比如说生产纸的公司 或者生产小金属的公司 被迫 然后被下市 然后被迫停厂了 所以供给端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钻石需求端 是并没有变化的 因此真正存活下来的公司 就迎来了一个定价权 那么相对于涨价概念 我觉得可以追踪以外 那么其他的像大家可能比较 平时比较喜欢做的一些题材股 甚至刺心股呢 近期是建议大家要做一个回避的动作的 对的 因为你可以从近期的走势可以看到 哪怕是因为炒一些业绩题材 然后几连板之后 但是呢 往往你去追涨停 都会被一个第二天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 然后呢 很难跑出来 所以建议大家是要做一个 规避的动作 那我们知道这市场里面也确实 有一部分油资专门是打这样的 打几天以后 你只要往里面一进 他就是直接什么 第二天低开 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闪崩磨目票 本来走得好好的 他就一下子闪崩 所以这里面地雷也特别多 另外一点呢 这个中报越往后报的公司啊 其实业绩都不咋地 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啊 好 回到老孙这里 那么对于下周来说 我们的这个机会在哪里 下周的走势呢 我感觉呢 还是仍然是这个上证50 上证50里面 银行 保险 证券 这三个 我认为还是一个 都是一个什么 这非常重要的 当然你像其他的涨价概念呢 中报预期啊 预增啊 这股票仍有机会 但是我感觉比较确定性的机会 就是这个三部分 银行 证券 保险 但是这里面有高的股票 就是说你涨高的 尽量不要去追 可以挖掘那些 这个刚涨的幅度不大 而且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板块里面 它是盘子稍微小一点的 适应率低一点的 因为现在是价值投资嘛 价值投资 其实就是要倡导 这适应率要低 当然你 你虽然适应率低 但是它的位置已经高高在上了 它其实也不行 所以要看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说上这50我认为 仍是我们下周的 在看盘里面的一个首选 主攻方向 那么其次呢 还有一些这个锂电池 锂电池呢 其实我感觉呢 一个是涨价概念 二一个它因为后面有一个 关于因为这个这个 新疆汽车要大量使用嘛 是啊 所以说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 对它中线来讲 对这些板块 其实它是一个利好 蛋糕够大 蛋糕够大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军工 军工我们 最近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 军工的这个 军民融合呀 这个消息比较多 我看上周五都已经 有一些军工 它有有有异动了 所以说军工类的 我认为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看 最近的这波行情啊 最近的这波行情 其实就有点像 当年的五朵金花是一样的 对有 是吧 也就是说你吵了 除了银行 证券保险之外 还有什么煤飞色五 是吧 什么什么钢铁呀 这个这个等等是吧 也就是说 其实它都是在 向价值投资的方向靠拢 所以我 我觉得后面的 我们在选股思路上来看呢 尽量要选一些 有这个适用率相对比较低的 这样的机会 可能更符合 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市场也是啊 市场现在表现 就是好像有一只 无形的手 在让大家的思路呢 有所改变 不像以前 你炒小炒心 现在不对了 现在就是让你去 有一个价值的投资 对 它有个方向 对 好 那么 开远 那么今天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小技术 给我们观众呢 OK 好的 那么在两位前辈技术派的大师面前呢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一些技术 不去做一些斑门弄斧的事了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个操作上的一个理念 或者说一个观念吧 就是主要是一个耐心持股的一个观念 选择一档好股票 然后耐心持股 我们可以从图上可以看到 以这个格力电器为例 那么它是一档 我们可以说市场上比较公认的一种好的公司 那么你可以看到 当大盘重挫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股价并没有说它不会跌 对吧 它的股价呢 同样也会有过40%50% 甚至有过60%多的跌幅 但是呢 在下跌 在随着市场下跌之后呢 它能够迅速的给拉回来 能够做一个迅速的价值回归的一个动作 不仅能够回归到之前 重挫之前的一个高点 甚至呢 还能够继续创新高 但是这样的股票 如果你当初因为被套牢 然后你放弃它 或者呢 你抄底抄在半山腰 然后呢 之后后来又止损了 你没有用耐心持股的方式 而是用做短线 或者拿了一个月两个月 觉得不行 然后就放弃的方式去做呢 你会发现 后面的这样一大波涨势啊 就完全没有办法把握住 所以呢 今天啊 要给大家传递的一个观念呢 就是选择一档好公司 然后耐心持股 这样呢 才能够顺利去避开 大盘的一个 比如说 突然的一些下跌 然后呢 从中能够稳稳的 获得一定的收益 那么怎样去挑选这样的好公司呢 我给大家罗列出了一家好公司 通常应该具备的六大条件 其中第一个呢 是它的公司要具有垄断性 那么垄断性 我们以可口可乐为例 对吧 在这个可乐界 或者说在汽水界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基本上我们一提到可乐 这两个名字都会被提到 所以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行业的垄断性 不只是在美国或者中国市场 在全球市场都是如此 那么这样的公司 那么我相信它一定股价 也会稳步的一个成长 那么第二点呢 是它的公司啊 所卖的产品 不要受景气循环的影响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很多涨价概念股 因为产品涨价 然后出现了比较高的一个涨幅 但是其实回顾过去的走势 像11年12年 也有过一波很漂亮的涨幅 但是随后 由于景气程度的一个下滑 它就往下大跌一段 所以这种股票 这种周期类的股票呢 你不能采用这种耐心 长期持股的方式去做 很容易坐电梯 所以好的股票 第二点呢 不能是景气循环股 第三类呢 它的产品最好是具有 重复消费的能力 比如说像以激烈的剃须刀为例 那么剃须刀相信 男的用的比较多一点的 然后呢 用激烈的比较多 对吧 那么它呢 就是属于一种经常会换的 然后呢产品能够重复消费的 那么不管景气 不管这个经济的景气程度如何 那么因为它是生活必需品啊 所以 它的产品一定会有销量 那么 对应的它的净利润 然后它的股价 也一定会是一个 持续向上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四类呢 就是要回归到 公司的业绩本身 那么现在既然是一个 价值投资的一个风向 那么我们着重看一下公司的一些 业绩水平和一些成长能力 特别是营收和净利润 要是能够稳定增长就好 我们不需要说 这家公司一年 能够增长个一倍两倍左右 这种快速的增长呢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 万一由于景气循环的下降 今年大幅度增长 然后明年可能又大幅度的降低 如果能够稳稳的增长 比如每年增长个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但能确定性的增长 其实这样的股票反而是更好的 然后第五类呢 还是要强调公司的一个安全性 负债水平要比较低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近期很多的闪崩股呢 原因就是因为传言说 债务达到了一个危机 然后呢出现债务危机 还不上债了 所以对应的股价 很容易出现闪崩 因此在选择公司的时候呢 也要选择负债相对少 然后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公司 第六点呢 那么就是公司呢 你要稳定的去配股配息 因为长期持股 或者说耐心持股 这个理念呢 主要是站在一个股东 然后呢选择一家好公司 做投资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家好公司呢 至少要给我们一些稳定的配息 然后呢才有吸引力 好的 那么观众朋友嘛 这个六点呢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自己手里的 或者你要将选的票呢 是不是有这六点 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再问一下 这个老孙 你有什么这个技巧 来给大家解释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和这个开语的差不多 很像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要倡导价值投资嘛 对 那么价值投资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价值投资的适应率的选股方法 也就是说你在价值投资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适应率 适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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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美股的市价 除以这个美股的盈利 那么适应率呢 它我们知道 但因为根据业绩的这种变化 它有动态和静态的 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选股当中 你比如说你把所有的股票 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 你一点 它就自动就排行 对 适应率就有排行 那么这里面在 那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你 我们怎么选 怎么选 对 就是你随便买一股票 它就适应率小 它就一定会涨吗 不一定 不一定 这里面我刚才谈到的 就是说 给它条件 要把这个小的 新的 差的 要全部剃掉 剃除掉 小新差 小新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确定它的技术上的买卖点 也就是这个 把这个找出来以后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技术 它技术买点在哪 技术买点 第三个就是 它封口在哪 就是你这个股票 它是不是目前的封口 比如说我们说银行 是吧 银行现在 比如它正是封口 而且它的周线 正好是一个向上突破态势 那么这种票 它就是你的标的物 比如你看到另外一个 可是它的均线系统 还没有形成多头外列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买 你要等它变成多头的时候 进入攻击状态的时候 所以你要 除了用这个适应率的方法 选出来以后 要看它的股票的位置 如果这股票 是适应率很低 可是短期高高在上 如果你追进去了 也不行 因为它一个回杀 就把你套住了 对不对 所以要看位置 通过什么呢 通过周线 一个是看周线位置 二一个是看日线的位置 那如果你做短期的 那么你要用60分钟去做 60分钟 那当然我们对这种 用价值投资这种方法呢 我们的建议呢 就是你不要做太短 你不要今天进去明天就跑 你不要做小票那种感觉 就是你要拿一段时间 因为这些股票一旦涨呢 它是什么呀 它不像小票 啪直接涨停了 它的特点是 涨的幅度比较小 但是它涨不停 它是这种结构 所以说如果你拿的时间 过短的话呢 你可能也挣不了什么钱 所以说呢 做类似这种股票 我们的建议按照中线来做 按照中线来做 然后同时呢 比如在整个的板块里面 你可以做排行 而且当某一个板块 出在风口的时候 你同样 你可以把这一个板块 作为一个 比如银行板块 或者说券商板块 你一点 点完以后 你看看市盈率 那有市盈率高的 有市盈率低的 那么第一个要选 尽量选 市盈率低的股票 那么这样的股票呢 在未来的 在这种价值投资的状态下 它的机会就更大 好的 那么观众朋友 这个两位嘉宾呢 都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我们稍时休息 过一会儿回来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说这个 刚才我们两位嘉宾 都聊得非常非常的透 那么回过头来 我再问一下 对于下周 我们的仓位 和我们的操作策略 来开始说一下 下周的操作策略呢 我认为前半段 可能会继续维持 现在的横盘整理 然后耐心地等待 补量之后的一个突破 那么在选股方面呢 因为现在市场上呈现的是 一个漂亮50 然后和一个涨价概念的 业绩成长股的 悄悄板效应 所以可以对悄悄板的两端 采用同时下注 然后呢 低吸高抛的一个策略 那么业绩成长这一端呢 我们主要看好一些 涨价概念股 而另外的白马股这一端呢 我们比较看好券商 以及一带一路相关的个股 可能会带来一些好的机会 仓位呢 仓位呢 因为现在仍然是属于一个 多头趋势的架构之下 所以呢 在六成以上 六成以上 好的 老孙谈一下 我感觉那就是说 在目前状态下 还是要紧盯上阵50 上阵50 上阵50 我认为应该紧盯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在这个点睛里面也谈到了 说上阵50啊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很多有这个网友留言 说你这个就是 在让我们高位接盘 结果没想到 其实大家现在看 你看他 他现在这个位置不是高位 对 我的判断不是高位 所以上阵50仍然在这个位置 有机会 值得进一步关注 从上阵50 刚才我们谈的一个适应率 从适应率的角度来讲 上阵50 上阵180 或者是这个 和尊300 从这里面去找 而且基本在五朵金花里面去找 机会就更大一点 好的 那么两位嘉宾都已经谈到了 下周的机会和风控 那么也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听到 那么对于下周的操作来说 那还是要谨慎之中 我们再去寻找机会 好的 谢谢收看